大家眾所周知 將車送到4S店 不是為了保養就是維修 因為在那裏 汽車會得到好好的維護 好好的養護 但最近成都市民 金先生真是頭殼都尺 因為自己價值600多萬的勞絲來絲 竟然在4S店裏面 被跌爛了 是呀你沒聽錯 是跌爛了 怎麼跌呢 看看你便知道了 這車主金先生向記者提供的一段視頻 地點是一間位於機場路的 4S店維修車間內 當時從升降級上 突然間墜落的汽車 並不是一般的 它是一部價值600萬多號車 盧斯萊斯 金先生告訴記者 4月1號上午11點 他開著這部盧斯萊斯轎車 來到4S店 本來他打算對車輛進行保養 但事情卻發生了180度的大轉折 車輛進行保養 然後踢車後發現 我從產困擬沒踏到我的車 然後就問他 我說我的車在那兒 金先生跟記者說 幾分鐘之後 三和汽車的一位總經理出現了 這位總經理告訴金先生 他的車出了一些小問題 隨後金先生在另外一處小倉庫裏面 見到自己的愛車 只不過這部價值600萬多號車 已經變了樣了 看見金先生非常氣憤 原本打算送車來保養 怎知愛車竟然變成這樣 隨後他查看了事發時的監控 也就是新聞開頭的那一段視頻 好好的 這部汽車為何會突然從升降級上墜下來 金先生說 三和汽車的工作人員 一直沒有向他詳盡地解釋 從4號下午1點直到晚上11點 整整10個小時的時間 雙方未就賠償達成一致 我的車我肯定是用不了 然後我的車只能把它買了 買了總結存在差價的問題 就造成了損失 我要去他洗河設施 來給我來保證的賠償 我們這邊已經 當時也說了一個意見 他們這邊一直採取的是 拖 一直拖 昨天晚上 昨晚記者來到三和汽車維修部 只不過三和汽車的工作人員 一直拒絕記者的採訪 來來來 金先生 來來 我們出去說好不好 好 好 我們出去說好不好 這車是別人的我可以拍吧 對 無奈之下記者只能離開 翌日金先生和記者說 目前雙方已經達成了初步的協商結果 對於金先生遇到的情況 記者也都諮詢了律師 首先呢它是一部車輛的維修的合同關係 應該是根據合同法 或者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這種規定啊 自為4S店它有妥善保管 或者是正常維修的一種責任和義務 如果是在維修過程中造成了車輛損害 它當然要承擔一個民視的賠償責任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